再来看到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论文 遭资测会认定超过八成汉研究案内容雷同 高宏安日前直指资测会是在政治压力下改口 不过资测会昨天发声明强调立场始终一致 另外高宏安现在就连近北一女乐一齐队的经历 也被质疑造假 五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就立刻晒出了自己北一女乐队照片相挺 更大酸哪天被翻出小时候没签联络簿也不用太意外 周六参加地方公庙活动高宏安不受论文争议 影响努力冲刺选情还和国民党对手林根仁难得同框 有一场是跟民进党候选人同台 没有什么刻意要跟国民党候选人一起来同台这样的情况 但资测会又发出三点声明反击高宏安 表示资测会期刊内容超过八成被复制 在他的博士论文内恐怕已经于越合理使用范围 更强调立场以及态度始终一致 博士受到政治压力所以改口让柯皮也听不下去 博士论是外界有施压吗 你接着呢 报纸论文案公废赴美宁博士高宏安还被曝 特权插班级北一女愿意其对也是造假 同时校友的黄珊珊火速贴出自己参加 北一女乐队救救生员 痛疲对手为了胜利不择手对 天怒人怨的怎么会一个国家机器一个执政党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打一个候选人 是不是连他小时候的联络部都要查出来看一看 前一天高宏安竞选形象馆开箱 立委高金素美景喜线深站台 被解读民众党在新竹市长浙站 获得泛蓝支持也是另类蓝白河 有一个称语叫什么得道多助 打太过头了还是会有人同情 像深蓝靠拢 那我们只看到政治投机客 对手全党打一人 可吻着老神在在 因为高宏安气势似乎越打越旺 这次台北新竹综合报道